他是狗子界的神头大师 更是被主人称之为大哥 每次出门遛弯回来都要顺带些好东西回来 主人想吃烧鸡了 就叼一只老母鸡回来 想吃烤鸭了 就叼一只鸭子回来 不管是黄金劳力士 还是装满百元大钞的卡片 他都能给你叼回来 甚至看自己的废柴主人单身很多年 干脆叼一个美女回来 被网友调侃到 这个狗子为了这个家真是操碎了心啊 看到狗子又是黄金手表又是存钱贯食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我离发家致富就差一只大金毛了 这只聪明的狗子 大家必须给他来个强烈点赞啊 这只狗子名叫小二哥 他还有一个小弟小二哈 不过这只二哈貌似很没出息 每次往家里带东西就跟收破烂一样 不是破扫把就是破玩具 甚至还叼过来一把破鱼伞 果然这个家还是得靠金毛大哥呀 二哥金毛不仅让废柴主人衣食无忧 更是为了解决主人的人生大事 操碎了心 干脆在大街上抢走一只美女的鞋子 被美女一路追到家里 没办法只能帮到这里了 小二哈不仅顾家 还是一个会疼人的狗狗 冒雨给主人送雨伞 帮主人洗头发 甚至还签回家一只母金毛 这是顺便把自己的事给办了呀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表示 这些视频都是特别制作的 狗子雕的东西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看到这里 我只想说你说得很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要不你的日子就会越来越有盼头了